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色 我哪儿出色呀 上个月村北的那起入室盗窃强奸案是你破的吧 你为此还立了三等功对吗 可是你进行针对不过才半年的时间呢 其实我这个人是悲观主义者 我真的做不到像大多数人那样 每天都充满希望 我就是相信人在生命中 饿总是多于善 苦难总是多于享受 这是不是挺糟糕的 其实悲观也分很多种 有归因性悲观 气质性悲观 还有防御性悲观等等 我觉得你更多的应该属于第三种 第三种那是好还是不好啊 防御性悲观其实是非常有效地降低焦虑的一种认知策略 当人们产生焦虑的情绪的时候 假装乐观或者说是努力强迫自己往好的方向去想 其实都是无济于事的 也就是说防御性悲观的人 他首先会想到 当坏的事情发生以后该怎么办 如何努力使坏的事情不再发生 他们也会因为担忧而做好充足的准备 避免坏的事情发生 从而降低焦虑水平 提高自尊水平 臣姐 你好有学吧 我不过是进修过一些心理学嘛 不过说实话 像你们这些防御性悲观的人呢 更适合破案 而且寿命也更长 防御性悲观 其实他说的压力 焦虑和悲观 是一脉相承的 会不会是因为爷爷和叔叔太优秀的原因啊 还有因为你爷爷的这个职业 让你爸爸从小就看到太多的社会阴暗面 你爸爸曾经跟我说过 他小时候啊 偷偷翻你爷爷的包 其实那些照片从小我也会偷偷翻着看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或许我继承了我爸的阴暗面吧 你啊 除了性格 其他方面跟你爸爸都挺像的 在许家福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啊 你爷爷跟你爸爸的关系 其实还是可以的 你奶奶跟你爷爷呢 你奶奶跟你爷爷呢 也是许家福的爸爸 九爷做的美 奶奶跟许家还沾亲带故啊 那倒没有 你奶奶跟许家福的妈妈呢 是同村人 你以为上面这些原因吧 好 我谢谢大家 新闻 喝吧 美女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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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下午一点半 到所里来找我一下 什么工作 这个公司的前台 这符合你要求吧 我带人要面试啊 能不能过去看他造化了 看来这还是劳力同志 比较靠谱啊 什么公司 就是管片的一个投资公司 没有这个单身诉讼 但是人家每个月 给报销五百块钱的 租房补贴 同时能享受 做国家九十八天的产假 小大高高 这次这人情欠的可不小啊 你打得怎么还我呀 不删除 不拉黑 不屏蔽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永远有你不可撼动的位置 行了 我一会儿带大家过去 谢谢老李 拜拜 行 算你很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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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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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杨恒的女朋友吗 马 马兰 对 你这是 高峰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今天要去面试 他觉得我这个衣服不太合适 想找你借一趟 给你添麻烦了 想在罗外留下来 是这么打算的 也对 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杨恒还好吧 杨恒还那样 毛坑的石头又臭油益 好好劝劝他 做做思想工作吧 我会的 你这上面是什么工作呀 一个前台的工作 那我建议 你用深蓝色的套装 加上一件衬衫 应该还不错 谢谢你了 不客气 你干吗 他审犯人的眼神看着 哦 高警官 你们先聊 我去那儿打个电话啊 走 你玩这套 是想从杨恒的嘴围里 套出些什么 这就是票警跟刑警的区别 在刑警的眼里全都是警惕 在票警眼里呢 全都是温暖 少跟我平嘴 快说 我要说想从杨恒的嘴里 套出许家福的下落 你信吗 你还想不想要衣服了呀 你先回答我 你为什么不回微信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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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信任可言嘛 都缺乏了对话的基础 对不对 来 钥匙 谢谢 别乱放我家东西 我家可有什么 手机远程监控 喂 冯队 我在楼下等你们 好 进啊 女孩子家 还有这个 你没来过她家啊 没来过 所以我说嘛 她也就是我一个普通 女性朋友而已 行 柜子应该在里边 看看去吧 那我去了 嗯 她手机远程监控呢 连摄像头都没有 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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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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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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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大了以后要加 轻衣 轻衣 到 对不起 大宝 今天的谈话属于保密犯证 所以把你请到这儿来 那就开门见山了 今天请你来 主要是想谈一谈九五年 对许君和许家福目中尸体 进行DNA亲自鉴定的 整个过程 你这什么时候 从许君和许家福目中尸体 县公安局法医科 借调到省公安庆法医处的 九四年四月份 因为什么原因 我是因为当年的 龙城连环杀人案 被临时抽调进省庭专案组的 该案件在九五年四月份告破 主委处长呢 当时是想保留的声音 高四海也同意了 后来主委处长 突然接到通知要去北京 参加DNA的 行事基础鉴定方面的培训班 所以就 没来得及向省定打这个 调我的申请报告 然后呢 然后就是开关验尸 也就是九五年 轰动一时的DNA鉴定时间 那就具体说说这个 DNA亲自鉴定时间 您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无可风高 那别问了 不是 你搞搞清楚啊 你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你说话跟大爷似的 你说个事啊 我可能要提附所了 真的啊 现在还要公事节奏 用范锁的话说啊 那你得感谢人高峰 你要是在的话 这位子轮不到我 这可能是一段时间 我听到最好的消息了 那后头 你咋怎么办啊 就这么一直换个男人 你放心吧 我自己的事情 能处理好的 我主要是担心你 就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真到那时候 让我办你的案子 那我情何以堪啊 又你还情何以堪呢 要是你办我的案子 那比谁都积极 比谁都狠呢 这倒是 高峰 怎么样 我被录取了 停电的时候呢 我问张庄没干活 几点 七点五分 然后周围让 李飞找手电 李飞没找到 这时 外面有人敲闻 说是全区大停电 大概要等半个小时 他让我们出去等 接着说 大概 四十分钟左右来电 我们就进到实验室 开始做基因检测 主要就是五个步骤 DNA提取 PCR扩增 后PCR反应 毛习惯测序仪检测 分析数据出现结果 这些个过程还要 继续讲吧 不用了 第一次鉴定结果是在 第三天的上午出来的 检测出的二十个基因作为点 符合遗传规律 且累积侵权指数 大于等于一万 也就是两个样本的侵权概率 大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也就是说许军 与那具尸体属负责关系 这个结果 与我们制作的间谍目的 不相符 所以我们又 再次回到实验室 进行了第二次基因检测 清通的程序 检测的结果 一模一样 第一次鉴定结果出来是 当时周围什么反应 整个人都僵了点了 丽妃呢 我们都很战警 因为这次鉴定之前 周围信心十足 我们多多少少 都受到他的情绪的影响 你当时原本可以留在审厅的 为什么要 坚持回到县公安局的法医科 因为高思海 他在背后调查 我和李飞的家庭情况 李飞知道之后 差点打了他 然后就被处分 调离了法医处 现在这种情况 我在那儿待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 再说高思海那时候 也被调离了 你觉得整个鉴定过程 有什么疑点吗 你觉得你也在这儿 程序上没问题 操作上没问题 如果有问题 你认为出现了什么环节 我是法医 讲究证据 没有证据 我不敢想在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李大炮 同志 今天的谈话水已绝密 希望你能遵守纪律 我可以走了啊 可以 在关键时间点和操作程序上 魏大妈和周伟的描述 没有什么不同点 我认为周伟说得对 如果有问题 可能就出在停电那个时段里 就是他们三个人 待在实验室那五分钟里 要不要去电影局查一下 不行 那这次调查女人 基本上就公开了 可惜啊 李飞 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伟 魏大炮 李飞这三个人 一定有一个人是内鬼 而这次DNA亲自鉴定事件 一定是一次领外合的行动 外合就是这次蹊跷的 顶电事件 女士 女士 前面 更远 在做标准的 旅行 当石宣 曲 他们 人 这次 是 旅行 您 您 1960年, 国际经营 manager of China Longshin Group and investor of BAT project, I come back here again, back to work with all of you, restore glory to build a financial business, trade and culture center, connecting Britain and the New Asia emerging market. 现在的BAT是准备了 因此我们的Longxing会参与这项目的最好的努力和详细 并成为我们的带来到Manchester East Pier Manchester East Pier,你永远都忘记了 Manchester East Pier Manchester East Pier Manchester Short Manchester cooperative Manchester Manchester Longxing Manchester 我可以给你做什么 嘿 先生 祝 很高兴见你 很久不见了 好 不好意思 我还有这位朋友 我请你聪明 哦 嗨 周 这位是周浩玉 很高兴 很高兴的工作人员 很高兴 很高兴 给我电话 什么 给我电话 嗯 哇 哈哈哈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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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喂 许总 你在哪儿啊 我已经回房间了 我们在酒吧 你现在过来吧 我真的不行了 我已经喝多了 喂 怎么了 在龙城空船 高峰叫了周 但周还没有答应 前面 周接收了 周接收了个报告 它应该由高 高 高一定会在周 我必须知道 我去带你去电脑 甚至是 你稍等一下啊 你这是干嘛呀 陪我喝点 你今天也就没少喝了 行啦 你别喝了啊 你不让我喝啊 行 那你喝 行了 你别喝了啊 你不让我喝啊 行了 别喝了啊 行了 别喝了啊 你不让我喝没什么 去吧 来 不过我爸时诚认为 我们的DNA请的监听 是有问题的 他甚至怀疑 我们发现蠢逆鬼 我爸不断下试据 声听反应他的观点 他甚至怀疑 我们发现蠢逆鬼 我爸不断下试据 声听反应他的观点 但是上帝部门 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什么都把我习惯下试据 他真的能偷疯 我这就能给我 你们是期杵的 我习惯你 你 Indonesia 就是要留下了 这根本就要留下了 有些东西 你还要留下了 那些东西 我给你留下了 上楼了我才走 但我跟你说 你 平安地上去了 我出不去了 小舅都出不去了 我告诉你 你们 你们院的那只狗 那只大黄狗 我告诉你 他他他盯上我了 我跟你说 他那个时候 没事 没事没事 我没合作 我跟你说 我没事不用再想啊 那个大黄狗 他就 冲着我就咬 我告诉你 一点一点都不撒谎 好 不会 拜拜 展投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发这张照片什么意思 你说话方便吗 说吧 你能不能让你在南国做国际行警的朋友 帮我查一下崔天兴啊 为什么要查他 我就是怀疑他 至于要查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好 我请问你怎么查 比如说让他帮你拿到 崔天兴的DNA生物样本 什么 我知道我的想法确实有些脑洞大开 但是 我们是跟你说过 我们为什么把它排除在外的原因了吗 你不想想啊 他逃到日本三年了 就曝光过一次 而且南东满的外科诊所 也是在那时候爆炸的 我觉得 应该没有那么巧吧 这是其一 其二 他是黑帮老大 我想啊 凭他的能力 让李昌旭的西川仿制公司 跟吴桂祥的联大仿制厂做生意 应该不是这难事吧 而且 他这样的人物啊 找到何暂选这样的杀手 也很简单啊 第三 金森以前是他的手下 第四 我把他们俩同胞照片发给你看了 你没有觉得他们俩长得有点像吗 像吗 我没觉得呀 我说脸不轮廓 如果把许家福整容成崔天心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的一件事 我还是没觉得有像的地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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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